中国造船行业发展惊人 美国又开始憋坏主意了 宣称中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中国这些年产业升级 在造船行业的表现尤为明显 相继攻克了LNG船 豪华邮轮等高附加值船舶的建造技术 并且凭借着成本优势 在全球造船行业是工程略地 这不就由美国媒体开始炒作了 说中国大力发展造船行业 那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 说中国造船厂正在为持久战争做准备 但美国却没有这样的觉悟 你仔细一看文章中还说 中国造船能力连续14年成为世界第一 这种能力对美国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 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舒加特说 中国造船能力深不可测 相比之下 美国的造船能力正在衰退 让人难以置信 美国媒体给出的结论就是说 首先中国正在从陆权国家 向海权国家的思想转变 任何一个海军强国背后都有庞大的造船能力 作为后盾和支撑 其次就是中国强大的造船能力 使得海军更具明显优势 能够迅速修复受损的战舰 或者是造新的战舰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说的还挺对 你想任何一个海军强国背后 都是要有强大的造船能力做支撑 那有人觉得奇怪 说美国造船能力现在不行 但也不影响人家成为全球第一海军 那我们说美国海军现在主要依靠的还是冷战时期的存量 你看它新时代建造的战舰非常有限 而且美国现在的造船能力的衰弱 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正常发展 我们都知道 美国海军在滨海战斗舰和珠摩尔特级驱逐舰这个项目上走了几年歪路 那现在美国海军想要重回正轨 提出了要建造星座级护卫舰和下一代驱逐舰DDGX 但是截至目前你看星座级护卫舰的建造工作仍然停滞不前 原因就是找不到合格的工人 首舰下水预期还要再推迟两年 而驱逐舰项目问题更加严重 作为伯克级和下一代的过渡型号 美军计划每年采购六艘伯克三 但是造船厂只能造两艘 至于下一代驱逐舰的建造计划 现在已经排到2032年之后了 所以美国海军正在受到造船能力低下的严重影响 那我们再回去回答这个问题 说中国的所有动作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吗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们发展造船业是因为有着庞大的海外贸易需求 也不想被别人卡着脖子 所以致力于打造一个庞大的造船产业链 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展经济 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 而不是围着战争转 所有都是为了战争去发展造船工业 美国媒体炒作这个话题 无非就是嫌白宫给的军费少 开始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但我们要提防的是 既然美国有人盯上了我们的造船业 保不准华盛顿就要在这下下黑手 像当初对华为做的一样 不过我现在可以说 美国倘若真的要对中国造船业实施围堵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他们自取其辱 因为他已经有了前车之间